今年度南投县社区评鉴工作 近期陆续登场 县府聘请多位专业师资 为各社区工作进行指导 希望协助各社区发展 日前评鉴工作已来到 竹山镇中期社区进行 中期社区近年来在 儿少科后陪读班 社区小旅行 观台据点等各项规划都下足苦心 此次评鉴所呈现出的成果 也是受到评委们的高度肯定 今年评鉴来到了中期社区 那我们其实有 每一次来到中期社区都有看到不同的特色 像今年来到中期社区 我们就有看到他带我们去秘境去看 然后他有看到就是百年的古厕 跟一些百年的植物啊 这些都让我们蛮惊艳的 另外了解到社区原来有这些 文化背景的存在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有看到 就是中期社区这几年就是在老人福利啊 或者是儿童福利都就是蛮重视的 尤其是在儿童福利的部分 他有就是他有办理 就是中信基金会的台湾梦儿少榨根计划 一周有三天的课程 那另外也有结合竹山正空所补助 然后把两天补足 所以一个礼拜都有在做儿童福利的工作 这一项的儿童福利工作真的是值得肯定的 那希望透过就是评鉴能够让社区就是发展的更好 就是把这次评鉴的工作当成是一个拔卖的机会 然后让社区去知道说有哪一些需要就是再改善再精进的 或者是说好的部分继续保持这样子 中期社区近几年来的用心经营 让竹山正上 附州 竹山 严正等社区前辈都相当肯定发展协会团队的努力 此次中期社区在这三里平静工作 这些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们也都相信 能有亮眼的成绩表现 并获指导为社区日后发展 带来更大的帮助 中期社区其实在竹山正算是新兴的社区 可是他们做了以后跟着我们大体线走 结果发现他们进步的非常的快 在因为他们的社区的状况跟我们附州很相近 都是向下的社区 所以对这个自然环境的营造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他们在儿少陪伴跟老人福利方面 也都很努力的在经营 所以说可以说他们最近几年在社区营造的区块 很用心的在做 相信未来他们是一个我们竹山正一个很有潜力的社区 这一次能够参加我们南投县的社区评件 相信他们也会有很好的成绩 而且在评件的过程中 他们可以得到很多指导老师的指导 相信他们会更加进步 很快的变成一个非常成熟的社区 中期社区他们是一个儿少做得非常好的社区 因为他在学校旁边 所以他的扣窩陪读是在我们竹山镇里面 还是属于属于的社区工作 那他的长者也是人数算在偏乡里面 还算是多的人 那所以他这个社区的工作做得非常好 我们很高兴来参加中期的社区工作评件 那我们看到这个社区也曾经得过优良奖 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预祝他今天有很好的成绩 中期近年来也都是很积极在努力 那因为他是跟学校结合 我觉得他儿少做得不错 然后又拿到中信金的那个基金 那在儿少就辅导的不错 那可能在老人方面就是也是要再努力 其他方面他也是很努力的在做 祝福他今年的成绩可以更上一层容 中期社区的人员组成以老少居多 发展协会在关桃的据点 儿少科后陪读班等相关课程规划 都是极尽用心的在做经营 此次评鉴也彻底展现出经营成果 令先远参门儿相当肯定发展协会的用心 并认为这样用心经营的成果 能获平稳的高分肯定 我们中期社区是由我们的长辈还有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组成的 那每一次的活动呢就是由我们小朋友的舞龙舞师 非常的热闹 我们看到这些小朋友 他的舞龙舞的非常的相当的精彩 相当的活泼 那我们中期社区的长辈在我们的陈理事长带领之下呢 我们长辈在这边也学习到很多的东西也非常的开心 我们每天来到这边有各项的活动 不管是手作啦 跳舞 唱歌啊都相当精彩 那今天是他们的评鉴 我们希望说我们今天我们由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长辈一起 来做出最精彩的演出 能够请我们的舞员给最大的一个肯定 也让他们很有信心的再继续的推动 面对高龄化社会来临 许多社区都用心经营关海据点 提供课程及多项服务 照顾关海地方长者 这些社区的用心 先远参闷而发自内心的感谢 感谢他们的付出 让长者的生活充满健康与快乐 我想这些社区为我们照顾这些长辈 我们都非常的感谢 因为有你们社区来对长辈的做这么多的一个付出 平常对这些长辈的照顾 让长辈做了很多的学习 让长辈也不至于说会有失智的一个现象 我想很多事情 这些社区所做的事情都是功不可没 那么在此感谢所有社区对于长辈的付出与贡献 我们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让这些长辈 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下 那越老是越快乐 越老也会越开心 健康跟快乐是我们长辈最大的一个需要 中期社区今年度为了社区平坚工作 用心做了许多准备 将经营成果一一做呈现 看到各项亮点 先月以后也相当肯定发展协会的用心 能够做出各项优质规划 造福民众带动地方发展 那今天的话是我们竹山的中期社区评鉴 那在中期社区其实一直以来都非常用心的 在结合我们的社区民众里民 以及我们的中和国小 那其实算是非常有活力的一个社区 那包括我们的理事长 还有现任的理事长 那还有包括我们的总案室 那以及所有的志工队的 大家都非常的齐心协力 那我们也看到今天的话 在这一场的一个评鉴 一开始除了在社区做一个导览 还要让大家走访秘境之外 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竹山的救国团 游怡林会长带队 他也来这边举办一个茶席 那也让这边小朋友跟这边社区长辈 其实平常不仅是都有茶道 可以一起去做熏陶之外 那更以这个茶席来迎接我们的评审委员 那在这个平常的一个半读班 包括中信基金会 以及包括我们的金融队 我们的竹乐器 那其实都是我们中期社区发展 非常著名的一个特色 而先远游号也希望 在此制品鉴工作中 中期社区所展现出的经营成果 能受到评委们的肯定与支持 才能够激励社区日后持续做努力 为地方民众 规划出更多更好的服务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干部其实都花了很多的时间 还积极的准备这次的活动 那今天我们也是希望来这里 还让平建老师也感受到 我们地方的民意代表 不管是议员代表 还有我们的镇长 还有包括许多的人士 都一起来这边关心 也表示说希望平建老师 要给我们中期社区 一些鼓励 在一个积极进步的一个社区 那更是需要老师跟社劳处 还给予比较好的分数 让他们有更加往前进步的动力 所以说今天这个平建 也希望中期社区的成绩 非常理想 那也希望这次的平建圆满成功 中期社区发展协会团队 在各项规划都付出了许多心力 来做执行 让更年龄层的民众都受益良多 对此先远努力方 也感谢发展协会 陈理事长带领团队服务地方的用心 并相信这样努力的社区 参与评鉴能获得好评 夺得佳基 今天很欢迎我们中期社区发展协会 来接受我们的评鉴 他们陈理事长还有我们的志豪 对我们这个小区社区发展协会 非常的勇心和认真 带领我们这些志工 志工慢慢慢慢 还有环保志工队 还有我们的关怀据点 都做得非常的好 还有那个儿少 儿少的陪伴 陪伴他们读书 照顾这个儿少的这个区块 所以呢 在市长还是都在付出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评鉴 能够有得到很好的成绩 中期社区这次用心准备参与平静工作 展现出的各项特色 也深厚平稳们的肯定 并对社区日后发展寄予厚望 所以也提出多点建议 希望协助中期社区 日后往更好的方向来做经营 中期社区呢 在儿童福利的推动方面呢 是非常有特色的 因为这个计划呢 也获得中国信托的 台湾梦的计划的一个支持 最重要的是 在这个参与计划里面的 二十几个小朋友当中呢 绝大多数都是 相对比较弱势家庭的小孩子 各种类型的通通都有 所以呢 在以目前这样子的社会体制之下 中期社区在照顾这些弱势家庭的小孩子呢 是非常有意义的 况且他们提供的非常多元的 这是各种福利 让小朋友的品格教育啦 人际关系啦 还有学习才艺 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们认同我们的社区 了解我们的社区 那当然老人福利长期以来 也都做得非常好 我们的关海据点 你看看今天的那个表演 就知道我们的长辈非常有活力 那我们希望呢 在这个新的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那么大家干部能够建立一个新的一个愿景 这个这一点是中期社区目前做的比较少的 就是说比较对未来的规划 比较没有很具体 那希望将来这个部分呢 有了一个大家新的一个愿景之后呢 让这个社区呢更加的幸福永续 来到中期社区 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来 他们的努力呢 都可以有相当的一个成果 而且这个社区环境的生态调查 也有开发了一些所谓的秘境 或者是百年古厝的规划 去做这个小旅行的一个路线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也更期待就是说 能够结合过去既有的 这个社区的景点 那统一去规划 或者是说配合这个竹山的 这个其他社区 做成一个环绕社区的 这个小旅行 那这样子的话看看对外面的吸引力呢 可能会有更好 另外呢我们也更希望说 在既有的这些成果资料里面呢 能够再做一个适当的整理 按照我们的一些主题项目 来做一个适当归类的话 那这样更可以凸显我们工作的亮点 中期社区的用心经营在儿哨课后陪读班 社区小旅行观台据点 等各项规划上都做了许多努力 此次参旅平坚工作也希望 能检视工作上不足之处 更做加强 让社区持续进步 朝更完善的方向来做经营 实质造服务地方民众 我们的社区发展推动当中 我们这几年来 我们觉得我们在做这个儿哨的部分 除了对小朋友的一个关怀与照顾之外 我们对他的课业 也有对他有一个小朋友的课业帮助 让他们觉得说来到社区 不是说只有这个 譬如他们读书而已 然后在他们的课业当中 也都有一些进展 能够让这些小朋友的家长 能够让他们学有更多的一些才艺 我们在我们社区的生态点 我们也藉由我们的一个社会师的计划 寻找到我们的社区林业的一个生态点 这个生态点也希望说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社区有一个 打造我们的轻旅行 小旅行的一个活动 带领着我们的居民 全国居民 一起来探访我们的中期社区的一个生态 那我也期许说在我们往后 我们的社区工作方面 除了我们的资源调查 我们的老人服务 还有我们的一些弱势的一个关怀 能够再加强下去 能够让我们的社区成为一个幸福的一个社区 议长何顺峰也肯定中期社区的用心经营 做出了许多优质规划来服务地方造福民众 也相信在此次品鉴中 中期社区除了能够获得高分肯定 也能够获得指导与建议 让社区工作各项发展有更好的进步 民意新闻如一凯专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